上海浦溪,大家都在防疫人员的指引下,有秩序的排队等待进行核酸检测,因为这几天检测的频率也比较高。 防护人员正在挨家挨户的引导大家。 我们的生活垃圾就放在门口,等待统一做回收。 目前呢,很多小区还是在封控的状态,一线的防疫人员非常辛苦,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作,这其中还有很多的普通市民志愿者,当然还有很多从外地赶过来支援的人。 在这个患难时刻,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些逆行者们,希望大家都能理性面对上海疫情,少一些地域之间的指责,也不要误信谣言,在疫情面前,只有大家众志沉沉,同心抗疫,互帮互助,才能真正度过难过。 主委会的人员以外,大多数都是市民志愿者,目前经常是每隔一两天就要进行核酸检测,为了减少聚集的风险,小区里面都是按门牌号码分批检测,每个人之间也保持着两米的距离,所以整体的耗时比较长,需要的人手也比较多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区,建于八十年代末期,属于六层楼的老工房,这种类型的房子在整个市区占到七成以上,特点是没有电梯,一般有六层高,每层有六个住户,所以呢会相对比较密集,而且室内空间通常也比较小,所以说也只有现行的防疫措施,才是比较有针对性的。 可以尽大程度的避免像香港机前出现的情况,感谢一线的所有防疫工作者们。 大家好,我是爱姐,今天呢是我们小区闭环的第一天,那现在是做第一次核酸,现在我过去看一下人有多少。 好,他们这是应该已经做好了的,陆续回来了。 阿姨,你做好了吗?做好了,做好了,好快。 我们小区检测是在平台上,看到这边已经有人,但是人已经不多了,前面有人发的排队特别多,这会儿人已经不多了,可以看一下。 这里面呢,穿绿衣服的应该是小区里面的志愿者,这个大白呢,应该是协助医务人员采集样本的志愿者。 可以看到啊,这边人确实不是很多,没有多少排队的,应该很快就轮到。 好,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第一轮的核酸,才一样啊,应该很快还会做第二次,如果第二次的数据没有问题的话,那么可能就很快就解封了。 做完核酸的人啊,也是可以在小区里面自由活动的,因为有些人在家,有些人在楼下,基本上都还是非常安全的。 所以呢,这个封闭,闭环管理啊,并不像那种被封闭的小区,被封闭的小区呢,是要不出屋门的。 像我们这个做完了之后,也是可以在外面的。 就是说这个闭环管理啊,就是这个小区里面整个是在闭环,只要不出小区,那么在小区里面是可以自由走动的。 简单看到小区业主群里面啊,也是发出来了,在封闭的时候也是可以叫外卖的,所以对生活是不会有影响的。 往这一轮测下来,小区里面的核酸报告是没有问题的,那么经过第二轮再测没有问题,那么我们很快就能解封了。 但是在没有出结果之前,这个谁也不敢保证是没有问题的,那后续呢,只能是继续等待。 现在呢,是2022年4月17日早上9点半左右,那么我们小区呢,我们楼道呢,是又开始排队做核酸了。 从4月16日开始呢,是上海又进行一次重新地毯式的全市的这种核酸检测。 4月17号呢,我们小区呢,是接到通知是既要做核酸检测,也要做抗原测试。 实际上在4月12号到4月15号之间,我们小区呢,也一直是在做抗原检测的。 然后4月15号上海发布的感染病例中呢,然后我们小区就是又上榜了。 所以呢,是4月16号、17号也是全市呢,就是都在重新做新一轮的这种核酸排查。 然后,我们小区呢,是每一个楼洞每一个楼洞的这样排队做核酸检测的。 那么大家排队的距离呢,都还是比较远的。 那应该是保持了两米以上的距离。 而且看大家排队跟做核酸也还是比较有序的。 从4月7号以来呢,上海的本土感染病例以及无症状感染者呢,已经是连续10天维持在2万以上的这种水平。 那这也属于一种高位运行的这种状态。 最近呢,上海的生活呢,是比前一段时间更加的有序了。 那街道呢,也是在发物资。 然后像楼主呢,是公司呢,也是有物资的投位。 然后总体上呢,是比半个月之前是更加的有序。 不管是生活方面,还是说做核酸检测方面。 希望上海的疫情赶快结束吧。 外面的春天景色这么美,然后2022年的春天是错过了。